民宅後門的花圃有八隻象龜 各個都是十多公斤重 但這些象龜其實不是民眾養的 而是偷來的 警方特地上門就是把失竊陸龜救出來 這麼多象龜從哪來 原來19號深夜監視器 這名穿黑衣短褲的男子 在網路社團發現台南一名網友有龜圓 竟然特地從台中南下 把一隻一隻象龜裝箱 搬進汽車的後車廂裡 一口氣就爆走15隻 價值超過200萬 警方事發隔天 趁著竊賊外出不注意時 埋伏上前逮捕 這是被人家偷竊的是最貴 合法施養裡面最貴的雅達佛 很可惡 因為一來 他便宜的物貴他都沒有偷 他都偷貴的 遲搜手票 趕赴台中紅銜住處 在其住處取出髒物象龜八隻 竊賊一度變成是自己養的 但透過採檢象龜的排泄物 讓他百口莫辯 由於只找回八隻 事後查出剩下七隻 被他以22萬 近乎市價三折售出 警方巡線找到不知情買家 讓15隻象龜團圓 不過烏龜走失要找回來 真的很靠運氣 其實是很難保留龜身上的一些疑穴或相關 所以通常最簡單的方式的話就責任的是採檢大便 那他的光一隻三萬塊來說的話 尤其他的龜其實不小隻 那他的龜不小隻的情況就很明顯是這個價格過低了 由於雅達柏拉象龜是世上體型第二大的陸龜 在台灣大多靠進口 數量稀少價格高 如今買賣寵物管道白白種 即便是網路社團合法業者也會提供憑證 要是來路不明價格太便宜的 都要特別小心